让热衷于烧烤的老外 遇见家常烤羊排时 在尝过以后定会担心自己 吃肉的速度没对方快 而委婉地讨论 今天玩游戏输给了邻居 所以答应他用他买的羊排做个饭 我提议喊物业大爷一起吃 想想物业大爷天天用监控蹭百家饭 我担心他会发现 于是邻居拿着两片吐司 去找物业大爷 我表示这样太不厚道 物业大爷果然中计 我们回答你这么聪明 谁敢忽悠你 之后我邀请邻居在我家吃个饭 腌肉洋葱不能少 生抽料酒放两勺 蚝油烧烤料 自然各一勺 放点盐静置两小时 胃更好 准备好后用碳烧烤 做成的这道看似独门一绝 但你做也一样的家常版烤羊排 没想到物业大爷在隔壁 竟发现我们在吃肉 让我们去开门 邻居说吃过午饭的没资格吃肉 继续吃肉时 物业大爷突然出现 大爷说户外的东西都归物业馆 竟把肉扣了下来 最终大家选择一起吃掉了这顿烤羊排 将前董中文的老外了解饱仔饭时 他定会无比淡定 物业大爷来串门说 今天对他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 我说没觉得哪里特别 特别无聊 您是挺无聊的 拜拜 别啊 就要我们真的 拜拜 我送你块地 我以为我听错了 反复确认的问大爷 这块地写我的名字 如获之宝的我赶紧和大爷说 有时没事 您要多来窜门 小来 刚才什么起来 门都没有 我说大爷您误会了 刚才风太大 把门刮关上了 这门由风不由我 眼瞅着 趁饭从暗示变成了明示 我说干个饭吧 做饭前 大爷让我翻译一下里面的中文 我一看原来是国内很多人 在用的骑士卡 回国超市买东西八八折 每次省好几时 网购一折起 开车加油七折 支付宝搜索骑士卡 免费领一张 水浸泡后的大米放入锅中 点油搅拌 煮开后小火焖饭 水快干时 加腊肠打鸡蛋 点点姜丝再焖饭 开条底蕴酱汁来配饭 清水蚝油糖一勺 生抽鱼露各半勺半一半 饭焖熟后 酱汁临近饭 做成的这道看似无懈可击 但你做也一样的宝宰饭 吃完后 大爷到物业 拿来了一个箱子 快递先收吧 是快递啊 你真的要 还是吃饭呢 尽说废话 一道宝宰饭 吃着物业大爷心情大好 当吃货老外 一起吃过芝士排骨后 他们的关系会变得特别融洽 今天物业大爷跑来说 看见邻居大爷在家写日记 这有什么关系 天经人 写什么日记 对哦 大爷说上级邻居耍了他 他带了排骨 求我做到菜 帮他弃邻居 一顿只吃粥 我说这样不好 于是我做了份芝士排骨 nice 快吃完时 大爷竟拿着排骨 跑到邻居家门口炫耀 结果邻居真下楼了 邻居大爷追到我家后 得知物业大爷吃的是芝士排骨后 他竟然也拿来了一包排骨 看这刺激的场面 恰恰定要升级继续 我赶紧答应再做一份 锅中加排骨再放姜片 桂皮料酒八角香叶 焯水锁香 姜蒜洋葱苹果打成泥后 韩式辣酱糖分泌香油各一勺 生抽两勺 饮出酱香 放姜腌排骨 再用小火煎排骨 再放适量水 中火收汁成香 再配上莫渣里拉芝士后 做成的这道看似金红一瞥 但你做也一样的芝士排骨 nice 为了吃肉 物业大爷想到送邻居一本日记本 并表态他和邻居是同一种人 终于吃上了肉 对初学中文的老外 第一次吃好吃的口水鸡时 一定要把口水鸡的名字解释清楚 要不然他会误以为 如此好吃的口水鸡竟然是 做的 今天上午物业大爷突然跑来我家 非要洗我的垃圾桶 正好洗到午饭时间结束 于是我邀请他吃个饭 并把口水鸡的梗做了解释 自信的把剃好骨的鸡腿肉扔入锅中 敞量的放入葱姜花椒和一勺盐 炖煮约13分钟 生鸡变成熟鸡后 加入冰水中冷静一下 握烤约青椒红椒 干纳椒 白芝麻蒜末和花椒 聚在一起 热油热敞后 开调灵魂酱汁 生抽四勺 香醋两勺 老抽一勺 蚝油一勺 胡椒粉半勺 白糖半勺 鸡精一勺 龙缩成口诀 就是生香老嚎 胡白鸡 四二一一 半半一 再放入一勺鸡腿的洗澡水后 酱汁修成 口水鸡独一无二的浓郁口感 让物业大爷整个人 陶醉在了东方美食里 Yummy yummy 我还要来